这个聚集的部分把它录制下来之后最后多一个按钮 按钮按下去之后的话可以输入我们要计算的存款金额 按下确定之后这个金额它会 这个是Input Box 它会把这个结果传到这个Range Range的话是一个范围 把它传到这边做一个修改 那修改之后的话就是做之后的动作 包含把游标放在B4的储存格之后 然后做个公式之后做填满向下向右 那最后回到B4按确定 那多一个清除 那除了说用录制聚集之外 我这边还要介绍一个所谓的那个VBA 那VBA的跟聚集有什么差别呢? 聚集是你把动作录制下来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那个程式 那VBA的话它不是用录制的 是我们自己撰写出来的 那只是说要怎么样 可以撰写出我们要的结果 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说 你可以慢慢累积那个录制聚集的经验 比如说里面哪一行程式 该怎么样撰写 在那个开发人员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聚集 那我们录制之后的话呢 会在这边产生一个计算利率 你可以按编辑 编辑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上方就是一个注解 下方就是一个程式 那这个程式部分的话 你可以慢慢把它累积 累积多了之后呢 你可以慢慢去简单修改 修改之后慢慢知道说 哪些程式做什么用途呢? 你可以再把它这个集中起来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VBA的程式 那这边我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知道 比如说第一个呢 我的需求是这样 我要怎么样建立一个VBA呢? 第一个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VBA的撰写方式 它不像说聚集录制完之后 自动会帮你产生一个SUB 那我必须要自己去撰写 那撰写的方法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VBA 那名称的话呢 就叫计算利率2好了 那方法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ENTERSUB 后面按一个ENTER 按一个ENTER 按一个ENTER